由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举办的全国自由车公路锦标赛及国手选拔赛 7号一大早是在台东的森林公园举行 吸引全国170多位自行车精英前来参赛 这次比赛当中主办方也特别选出优胜选手要代表台湾 参加接下来的雅锦赛继续为国争光 3 2 1 米丁 7号的清晨天才刚亮自由车选手们便来到森林公园展开今年度的自由车全国锦标赛并角逐国手资格 由中华民国自行车协会所办理的全国锦标赛及国手选拔今年依旧在台东登场 在这次的比赛中共分为男女精英组还有男女青年组一共4个组别 170多位精英选手来到台东参赛 而主办单位也希望借由台东的地理优势选拔出优秀的选手为国神光 每一组的这个参赛都非常踊跃 尤其我们看到青年男子组的参赛人数都倍增 表示说我们的基层杂根都已经看见效果 我们今天的赛程也非常的挑战性 我们从森林公园走9号台9线 然后到在右转异常公路 然后再跨11线 把台东最精华的台9线 花东重谷线跟东部海岸线 把最精华的这两条公路线 我们通通纳入比赛的赛程 而且一场公路又将近差不多20公里的上下坡 也更有这个挑战性 所以总长大概164公里 所以这样选择的选手 一定非常经得起国际考验 高雄美丽达车队的刘恩杰 以4小时3分22秒率先压陷封王 而女子精华组则是由同为高雄美丽达车队的黄婷英夺冠 在男女青年组的部分 分别由张恩藤及无心化夺下冠军 而这次比赛中夺下驾击的选手们 也将获得进入国家队的资格 代表国家出战明年的雅锦赛与国际公路赛 在国际的舞台上 为台湾争取荣耀 记转前轮,台东市报道